饺子含着牛肉大葱蟹的好吃 这样调的牛肉大葱蟹 鲜顶多汁香不彩 无论是包饺子包包子做蟹饼都很好吃 调牛肉蟹离不开这个大料水 葱姜花饺 用热水煎熬4分钟 焦好的牛肉加入食盐鸡精 死沾香胡椒粉 两勺重臭 一勺老臭 喝一勺蚝油 再打入一个鸡蛋 煎熬好的大料水 分多次打入肉馅里 每打入一次都要充分地搅匀搅透 使肉馅充分地吸收调料水 直到最后打至这样上进 先放在一边 接下来准备葱姜花饺大料 和一小把香菜放入油锅里 中小花杂质 杂质颜色焦黄 用热网捞出来 不管挑什么馅 放在这样熬的料油 鲜料都特别的香 熬好的料油舀一勺放到牛肉馅里 加入姜末搅拌均匀 葱选用这个大葱 味道更浓 把大葱塑在花几道 然后再切成葱花 切好的葱花放入碗里 倒入香油 这样更能挥发出葱的香味 再把大葱倒入牛肉馅里 把大葱合手馅搅匀 这样外能的牛肉大葱馅就做好了 这样调了牛肉馅 包饺子包包子做馄饨 做馅饼 能做很多的美食都很好吃 在和饺子面的时候 加入半炒丝盐 饺子皮更劲道 面和水的比例12比1 搅成面絮状 揉成光滑的面团 饧面半个小时 饧好的面揉搓均匀 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小的面剂 切好的面剂 撒上干面粉防蘸 把每个面剂都擀成面皮 把挑好的牛肉馅 放入面皮的中间 根据自己的喜好 捏成饺子的形状 全部包好后 水开下入锅里 再次烧开 用勺子的背部轻轻地搅动 围着锅的周边 倒入半碗凉水 就这样重复三次 像这样饺子全部浮上来就熟了 外皮劲道 馅料鲜香 每次做这个牛肉大虫馅的饺子 一大盘都不害死的 喜欢的朋友 舒装起来试一试